KTV男男女女并肩坐 靠得好近 椅子坐到滿 不过现在高雄市长韩国瑜 对于休闲娱乐业有新规定 本市公众使用休闲娱乐场所 应该执行实名制 场所内所有的消费者 一再戴口罩 要求休闲娱乐业遵守新规定 我们直集高雄一家三温暖 厚厚一本实名制早就在执行 不过说到戴口罩 现在没理想 在下班在挂口罩 里面都是高雄 你要戴口罩贴不得休息啊 温暖怎么一边泡一边戴口罩 是 说得好 但如果室内的话 就要保持安全距离 金发局长金爵行不通 尴尬笑了 对于韩国瑜刚说出口的新规定 立刻背转弯 只是即日起要休闲娱乐业 开始登记实名制 也得量体温 喷酒精 要求客人全面戴上口罩 还得做四平方公尺 人流管控 否则开罚三到一万五千元 我们社交区 可能一公尺到一点五公尺 对 我先帮你们消毒一下 客人听到劝导赶快坐开来 但其实四平方公尺 人流管控 光隔开一公尺 这是不够的 这小小空间 大约只能待两个人 远远 包厢没有很大 没办法 大家不太能 气氛不太能起来 唱歌嗨起来 但大家距离有如陌生人 气氛瞬间变尴尬 业者客人全力配合防疫 但KTV配合人流管控 三温暖要戴口罩 恐怕一时之间很难适应 三地生时事停了一箱 高雄报道 瞬目 刚刚 answered